为了打开一个App,你还在一页一页的到处翻 除了可以快速定位App以外 iOS目前发展到18.4 它SpottyLite全级搜索功能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的强大了 这其中包括在邮件、信息、备忘录、照片和文件等各种应用中进行搜索的功能 允许用户快速定位特定的电子邮件、文本对话、备忘录、图像或者文档 而无需单独打开每个应用程序 此外SpottyLite还可以搜索联系人、日历事件和其他系统数据 为访问iPhone上存储的几乎任何信息提供一个中央的枢纽 这种广泛的搜索功能范围使SpottyLite成为快速查找信息的宝贵工具 从而减少了浏览众多单个应用程序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 Hi,大家好,我是小鹏 今天来聊聊iPhone中的搜索SpottyLite 在iOS 18中实况文本的集成 进一步增强了SpottyLite的内容搜索功能 此功能允许用户搜索照片中出现的文本 例如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张雷电5的数据线照片 我可以直接搜索照片中的文字即可 比如雷电5或者是铜轴 SpottyLite可以搜索该图像中包含的特定单词或者是短语 从而使之前无法访问的信息易于搜索 iOS 18在SpottyLite中引用了一系列新的快速操作和生产力功能 使用户无需完全打开特定的应用程序即可完成更多的操作 例如创建日历事件和提醒 我现在进入晚上7点与朋友吃饭 这样的短语 SpottyLite将提供一个选项用于直接创建包含该信息的日历事件 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早上下午或者明天和后天这样的关键词 SpottyLite还能直接从搜索结果发起电话呼叫和发送消息 进入联系人姓名或者电话号码将提供呼叫或者向该联系人发送消息的选项 另外对于一些系统设置 在SpottyLite中也可以快速的设置 比如蓝牙、飞行模式和蜂窝数据等等等等等等 太多了 这样可以减少常见任务所需的步骤 显著提高了用户的效率 简化了工作流程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搜索还和APP有深度的集成 例如进入我的订单这样的短语 所有支持的APP就会呈现相关的结果 或者直接输入回家也能快速启动导航的APP 随着Apple Intelligence的引入 此功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全局搜索SpottyLite现在可以理解 从电子邮件、信息、照片 日历事件和文件中获取的个人上下文 从而提供更相关和更有帮助的建议 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它的话 或者用的不多 希望通过今天的内容能对你更好 更高效的使用iPhone有所帮助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